土朗一化震撼旦老屋孔叠价三成 根据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公布 八线市土朗一化浅市区 台北市大石水岸豪宅一带 宋山机场 民生社区一带 还有高雄的高雄车站 美丽岛捷运站 爱河原县等 都是高浅市区 房仲估计 土朗一化区的房价 恐怕要跌一成五至三成 超过二十年的老屋 可能难成交了 其实有点吓到 因为并且我们可能就是住在这边 也没有想过说 这边会是土朗一化区 我们这边是海房子 可是我们对面就是附近盖了蛮多大楼 如果他们就能真的倒塌还是什么 如果压到我们这边的话 也是蛮危险 那你觉得政府应该强制介入 去协助住户帮忙 对啊 要强制就好 你是不是很想知道 是否住在土朗一化区上 预计今天就可以上网查询 查询的方法是 一 进入地料所的查询系统 二 输入查询地址 就可以看到这个地区土朗 异化浅势 绿色低风险 黄色中风险 红色高风险 如果是在中或高浅势 可先以银件署提供的 自我检查表检查 如果有符合检查表中的任何一项 即使是在异化区 发生损害的可能性也不高 动物新闻赶快来查查 发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